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月的一个早晨 兰凯翰和太太张淑蓉结伴上山 在树林里来回穿梭 兰凯翰还拿着高枝茧 在树林间探来探去 他们在找什么呢 白岸揭晓 十月是牛樟树结果的季节 兰凯翰夫兄俩会一起上山收牛樟种子 可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果子 这些种子在市场上行情好的时候 可是价值不菲呢 那我觉得说以消费来带动这个永续经营 然后可以支持我们在这个 我们记得山上种子的牛樟园 从事这个造林的工作 跟富裕牛樟树的工作 我觉得这对这个地球是一件好事 牛樟种子的采集不容易 得靠两夫妻人工在这片山林里穿梭寻找 兰凯翰说 因为用种子繁殖的石森苗 在植栽市场上价格好的时候 可以卖到六七百块 比起用母菇切枝的千叉苗 价格好上三倍 以我们的经验来讲 我们需要是用石森苗 它在十年之后 它的生长或者它其他方面的 千叉苗又没有准备 所以我们其实也请教过很多前辈 那大部分前辈都跟我们讲说 千叉苗又没有准备 所以它的上面并不会很长 要倒这么深 黑色的也才像 这里黑色的 兰凯翰的牛樟园里 不只种牛樟树 它还利用乔木高耸遮蔭的特性 在牛樟树的林下 种植灌木的咖啡树苗 我希望这个牛樟 咖啡苗 真的是在牛樟树里面 富裕出来的 这是我最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林下经济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只种茶 我觉得效益不是很高 那现在又流行喝咖啡 我们觉得或许在林下 半日照的情况下 种一些咖啡 第一个对我的元气 也比较美观 只不过照顾咖啡树并不容易 咖啡树 矮滴 要翻土 要修剪咖啡树下的小树苗 都得靠兰凯翰 跪在坡地上 用双手 一铲一铲的 全人工照顾 其实我们回来种树 也是学习一种很谦卑 因为当你在种树的时候 你必须要蹲下来 或是跪下来 跟这块土地一起结合在一起 那你会手握土 然后你必须要把这块 很紧的土把它弄松 然后再把它覆盖上去 兰凯翰原本在中国工作 家族经营陶瓷原料事业 几年前因为订单减少 他决定带着太太回台湾 接手父亲兰永基 当年开墾的这片牛樟林 也开始研发各种的牛樟产品 把牛樟树下种植的咖啡豆 加工制作成 华尔式牛樟咖啡包 我们用牛樟的菌种 去跟咖啡做发酵的时候 把它结合在一起 另外还结合了自家陶瓷叶 研发冲泡咖啡的器具 将咖啡粉放入绿壶中 直接淋上热水 不用使用滤纸就可以冲泡出一杯 不带残渣的香醇咖啡 这些年来啊 我们就一直尝试了说 看可不可以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或新的东西 去解决我们在地球上的一些 环保的问题 除了研发牛樟咖啡 兰凯和家里 还有一个他精心照顾多时的产品 塑胶袋层层包的密不透风 确保湿气不会散发 兰凯和把牛樟树枝装在塑胶袋里 如此细精的照料 就是牛樟树上这宝贝的牛樟菇 这个层里的菌模 那个是牛樟的菌模 菌模就是比较年轻的牛樟枝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把菌模撕掉 它才会长像这种 我们要用的这种牛樟菇 顶住呼吸 放慢动作 小心翼翼地撕下牛樟树上的菌模 兰凯和这菌模清理的工作 是为了让珍贵的牛樟菇 长得更好 更完整 这里 这是牛樟菇 红红的鲜红色 用剪刀小心仔细地剪下牛樟菇 兰凯和说几年前市场价格好时 这样小小一片牛樟菇 就可以卖到近万元 时间到了像这么厚的 这么成分这么好的 那我们就有看到的话 我们就要先采起来 采起完之后我们就要放冷冻 冷冻起来 我们就收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送到生计公司去 做一些产品 其实兰凯和返乡种植牛樟 当作事业发展 受到父亲兰永基的影响 安建牛樟树林 传来一阵讨达电锯生 熟练拿起电锯 修剪牛樟树枝 他是兰永基 年轻时经营木材买卖的生意 他自认为了卖木材 砍伐了不少山林 因此2001年 买下了这座山头 补偿破损的大地 开始种树 民国52年的时候 我爸爸就出来做木材的生意 就是开木材厂 剧木厂 那时候是刚刚要 经济要 刚刚要起步的时候 大家都有好多外销的东西 还有做一些桶子 做箱子 现在兰永基 成了细心呵护大树的暖男 每天在树林里穿梭 并且替牛樟树 修剪坏死的枝干 以免倒下来会砸伤人 或是切除长出的分支 保持主干 能够长得又高又直 因为这个上面叶子已经掉了 干枯掉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切掉以后 它才会长上去 把它包起来 兰永基说 修剪枝干是有技巧的 不能一次直接锯到底 下刀时要留点鱼汁 这样才能避免树枝 还未截断前就掉落 从这边锯开来的时候 不会像这样子裂开来 下面这样先锯 第二次就不会有这种的情绪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做木材商的 砍了很多时候 我从小就跟木头在一起 那我觉得照理啊 教人家种树又可以赚钱这件事情 蛮吸引我的 我觉得想回到故乡 奉献一些我们年轻时候 所学的一些专长跟技能 因为想奉献新力 南凯翰承接了父亲 补偿大地的心意 因为知道牛樟树得好 他开始带领更多人 来认识这片山林 南凯翰想要怎么利用牛樟林理 因为坏事聚下来的废木材呢 南凯翰承接了 南凯翰的邻居 鞠二代的黄文艺 家里刚好是木材厂 他经常带着砍下的牛樟木树干 来跟黄文艺讨论 要怎么不浪费大自然的资源 二次运用这些珍贵的木材 我们就把我们山上砍下来的牛樟木 让它变成是黄金 我们就简单说废材变黄金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修下来的木头 可以再多二次的利用 这木材就没干的 鸡片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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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黄文艺发挥了巧思 在牛樟木中间挖个洞 牛樟树干 扬身一变 就成了最自然系的盆栽 小朋友的巧手奋力地将多肉植物 埋进盆栽里 这款牛樟盆栽 就是蓝铠汉 特别设计 给来山上感受生态民众DIY使用的 不同于塑胶盆栽 天然的牛樟盆栽 在你不适用后 可以埋进土里自然分解 善家利用废材 南凯汉不只让更多人 认识台湾国宝籍的树种 还发挥了牛樟木最大的经济效益 常常我们在山上或者是户外 有些果树 一些台风东西 都当废弃物没有用了 可是我们觉得 它应该可以让现在的都会人 更能接触到台湾的木材这件事情 进了认识木材 然后去珍惜这一块木材 十月九号早上啊 好 几点 几点 早上你到九点就好来 南凯汉返乡蹲点这几年 他发现有许多跟他一样的 色装缥缈 纷纷回乡了 为了集结年轻世代的力量 他跟苗栗当地的客装青年 组成了返青复名联盟 利用返乡青年的冲劲 净余无量 让苗栗大福在草莓季之外的时节 能够有更多元的经济收入 我们需要透过团队的力量 才会被其他人看见 所以就刚好遇见了 凡青的伙伴 一开始我们办很多论坛 对 然后每个月办一场 我们觉得苗栗经常是一个 被人家遗忘的地方 很多资源是跳过苗栗的 凡青复名联盟 在兰凯汉夫妻俩串联盟下 让在地青年 原本单打独斗的地方产业 横向连结彼此合作 兰凯汉发现 有很多像他一样返乡的青年 都是以雾农为生 所以他就和太太张书荣 开始研发 融入在地农产的特色餐点 你先弄其他差不多十一点是吗 对对对 那我就十一点的时候炒来给你 好 OK 2019年的浪漫台三县艺术季 行前活动的餐点 就是由兰凯汉夫妻包办 这一次他们特别规划 依丰盛的客家特色料理 要满足陶客的味蕾 谢谢 一大早 张书荣就醒得很紧张 不过他还是快速凌落地 处理各种食材 我们的那个传统市场里面 就会有像这个九层板 九层板 这是很传统的客家甜点 然后像这个的话 这个叫猪笼板 猪笼板 它其实就是菜包 所以艾草的菜包 这是张书荣的坚持 只使用当地传统市场的客家料理 或是在地小农生产的食材 除了是要让消费者吃了安心 他透过餐桌上的美食 要让游客能够认识农村的价值 我们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从一个人说300块的体验活动 还被娘骂得要死 我们这么辛苦 去推这些东西 难道是很便宜 到客人进来 然后我们在地的被人家糟蹋 我觉得这样不好 由于制作餐盒 极为费工 南凯旱会邀约 返轻富民的伙伴们一起参与 返香青年 小贝是个摇烤面包的高手 送来亲自烘焙的面包 才刚到南凯旱家的厨房 放下了面包 小贝立刻卷起袖子 加入忙碌的行列 我觉得使命感跟在地的认同 必须要透过一些话术 跟一些方式 来让消费者了解到 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三个人忙碌了一整个上午 牛章农场专属的客家餐盒 终于出菜了 采用当季当地食材 减少食物旅程 南凯旱夫妻 用当地的客家餐盒 成功制服游客的味蕾 也让来到大湖游玩的消费者 能够重新认识 农村的古古与美好 苏头接受赛联盟 白宫白等一套中虞之 长生中出万平的转服 少年 少年有过那些 少年有哪些 少年有过去 少年的数天宋 少年尽三中虞原 逆业 泰国尼 尼加尼 甜甜甜素质 中枢的好用体 无本土地的 经历联合成年 凶下团结了 来到很少年 我们来到家书体 全中国的体内 一个个餐桌 出现在入夜的草皮 黄昏的山上 以及辽阔的海边 这是兰凯汉夫妻 一手打造的饮食品牌 他们要彻底颠覆 一般人对小农 农产品 以及吃饭的想象 第一个可以传达 我们主要三个精神 好环境 我们希望传达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那有好的环境 才会有好的食材 对 有坚持的农夫 去爱护这一块土地 然后种出 他的好的食材出来 那透过餐桌 邀请到这些农夫 来跟大家讲 真正的农业 是怎么一回事 有小农在桌边说菜 每一道菜的故事 都让食客听了 更加珍惜眼前的佳肴 然而美美为了筹备 这样一桌的在地美味 南凯汉都得四处奔走 拜访各地的小农朋友 志成 哈喽 凯汉你来了 对啊对啊 你在干嘛 我在整理蜜蜂 整理蜜蜂 整理蜜蜂的同时 我会顺便看看 有没有多余的蜜可以采收 张志成是南凯汉的 餐桌盟友之一 他是养蜂人家第三代 蜂蜜外销日本四十五年 竹花儿居 是张志成的生活写照 因为对蜜蜂采花蜜的环境 极为好救 也就是这样 和坚持使用好食材的南凯汉 两个人一拍即合 我其实 蛮想玩这个 这个一直喷它就 它就那个对不对 不要喷到它 它只是驱赶 你喷到它 它会紧张 到时候会比较乱 因为拿那个 它就不会叮你的嘛 我就想说 我拿这个 那个就不会叮我的 南凯汉超级怕蜜蜂 但为了一场新鲜的蜂蜜 它提着胆 跟着张志成 逐一检查潮香 寻找蜂蜜饱满的蜂巢 抖一抖 请小蜜蜂们 暂时先离开家 接下来就要借一点 小蜜蜂的食物 那你待会儿的头 是放这边的 好 对 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或者是 不要太快 那之后 等速度还是要加快 刚开始加快 那最后就是均速就好了 好 好 有那个蜜跑出来了 再来 就是在整理蜂蜜的时候 一次亮片 金黄透亮的蜂蜜盆出 沿着铁桶壁慢慢滑下 蜂蜜的香香味 让蓝凯翰蜂蜂的形象 立刻偷吃了起来 我觉得我像熊一样的 你看 你看 利用架杠的纯蜂蜜 这样制作成蜂蜜蛋糕 就成了蓝凯翰 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甜点之一 蓝凯翰今天就是特别为了这甜滋滋的美味而来 在好的环境 可以生产到好的食材 那好的食材才能成就好的关系 那像我的蜜蜂的话 我们都是 就是在 一定要在天然好的环境才能产出的 那所以说我加入蜂蜜 也是就是说 我们有好的东西 那可以在蜂蜜餐桌的平台 那时候一起来推广这样 所以没关系 申力跟小蜜蜂拿到任何 蓝牌汉随即赶往下一站 因为还有盟友在等着他 你来在做什么 没有 在用你们家明天用的米 餐桌上我希望他们拿到的都是比较新鲜的饭 所以我们家的米都是客户药我们才碾拿 那你们办餐桌也是 就是明天要办今天碾 然后给你们这样子 那这是什么米种的 这是我们的那个桃源三号 桃源三号 它的比较不同的是它煮起来会有芋头的香味 芋头的香味 叶姓红是蓝海汉的另一位盟友 叶姓红过去从事科技产业 辞去工作后 他返回老家种稻米 一直以来坚持无毒有机农把栽种 就是因为坚持米要限免的才会好吃 所以每一次都是等到蓝海汉来取货 叶姓红才开宗拟米 餐桌办的方式就是把好的食材推广给客户 那我觉得我们家有好的食材 可是我需要多一点的曝光机会 那它卡案也OK 那你说那你也可以把你们家的米 拿来试用看看 然后他们觉得客人的反应都很好 所以我们才慢慢做一些合作 比如说刚才讲的 我租了饭之外有饭团 对还有米香之类的 叶姓红仔细地讲解粘米的步骤 来凯旱像个小孩般听着着米 原来要碾出细致滑嫩的白米 得花这么多功夫 我们今天这么多给系是 我们今天就要做什么对不对 就要做什么 今天今天就是为了 因为我们明天要办蟬桌 所以今天是为了 我会研发一个就是 新的新的 对对对的 一饭团跟7-1的一样子 是我们里面包的都是我们一些 农友自己做的一些 它可兰凯汉的蟬桌上 其实就是小农产品的混搭实验室 有时候客人会看到 有时候黑黑的 那个就是 不同的排列组合 总是会蹦出 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滋味 第一个点 我们叫薄宫潭古君道 或者是叫薄宫潭古君道 这底下有一个潭 潭生水群 有一个小瀑布 高大约2公尺 会叫薄宫潭 是因为这旁边有一个 百名的薄宫庙 土地宫庙 这个薄宫潭 接下来我就带你往下走 这里过去有一个古郡 除了小农美食 南凯汉两夫妻 近年来也开始举办一些 带来游客 认识农村的活动 与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合作 要民众来大湖 除了采草以外 能够有更多元的农村体验 这旁边 右手边就是薄宫潭 这面积也大约有 大约数十磅平方公尺 你看这里面保育类的 马口鱼 这边叫马口鱼的故乡 这在十多年前 我们这边就有风袭保育 还有马口鱼故乡 薄玉树是土生土长的大湖人 平常的嗜好 就是研究大窝地区的文化与历史轨迹 他时常带着投诉的旅客走读大窝 对当地的了解之透彻 让南凯汉特地来向他请义 大窝的一些私房路线 这条古郡道叫串隆古郡 你说它的年份历史有多久 据我们可考的资料 是在清朝前丰年间 那时候客家级的祖先来这边开墾 糟田的时候要以流观盖 就有以手工一糟一糟 这样糟出来的 这只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就对了 对以前水就从那上流下拉 对 然后到那个水 对 到外面的那个水田钢钢 是这样 这个是百年的水浸道 百年的水浸道 导览中一定要加入客家元素 是薛玉树的解说特色 透过客家鲜明开墾大窝的故事 让游客了解 早年客家人如何在这里落地深耕 古店树很大 对啊 大概有两百年的历史 两百年 我拍一下 太美了 活灵活现了 你看 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老爷爷 像一个树一样 树爷爷 为让人亲身感受大树的温暖 每一次导览 他都会带着游客 来到这里环抱大树 接受苦练树的祝福 我们这个大窝地区有十二间土地庙 目前有记载的 这个是叫苦练树土地庙 刚才你问我说是先有树还是先有庙 对 因为我们这两百多座土地庙形式都不一样 有树木的 也有庙中庙的 也有石头的 也有甚至一个石盘的 这个庙它有一百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先人他来这里开墾 依这个土地而生 所以才会盖这座土地庙 所以一定我敢保证 这个一定是树先有树才有庙 因为树已经有两百年了 这个庙大概一百年 大湖之旅的最后一站 大湖之旅的最后一站 薛玉树带着兰凯翰 来到客家音乐家土敏恒的老家 旭客 这里是哪里来的 这个是谁 客家音乐教父 土敏恒 土敏恒 佛大师 他的分尊 他的雏像 所以这是他老家就对了 老家了 他老家了 现在 对 对啊 他听说创作了很多客家的知名歌曲 有啦 他就有记载的有一千多首 一千多首 有一千多首 比较有名的就是现在大家 朗朗上口的客家本社 KTV点一定有 唐山过台湾 对 唐山过台湾 末班店前 大边港山港天 对 2019年的浪漫台三线艺术季 在大窝 除了可以看艺术品 周末 还有五感体验活动 其中 魏的体验 就是由 蓝凯翰 和张书荣所包办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牛温水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原味 对 那原味很简单 就是把 这个是糯米粉 然后把水慢慢地加到 我们的糯米粉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揉成团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水不能一次加太多 牛温水是客家喜拔艺的传统吃法 张书荣加入创意 将姜黄粉 火龙果揉进糯米团里 创意的三色牛温水 带来视觉上的经验 来喔 今天我来教你怎么煮这个 牛温水 一般来讲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个牛温水 做好之后 这个圆圆地熬下去的 对 有没有 我们现在等这个水滚之后 我们把它放进去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碗里面 先凉我们煮好之后 先放一点汤汁 然后再把三种颜色的放进去 除了味觉 大窝在地艺术家 翁以涵 负责的是带游客 体验触觉 一边捏陶 还能一边认识大窝生态 今天我们是触感的一个体验 什么是触感呢 就是用你的手去做成 完成一件艺术品 我们大窝最有名的 在护西和护鱼的部分是 护哪一种 大家知不知道 不知道 苦花 不是 马口 对 很好 马口鱼 大窝是最早开始 实施风心护鱼的区域 风底涵结合马口鱼的生态解说 已制作成马口鱼快驾 让体验者一边捏陶一边听护士 也反思人类如何 大窝共生 我们是在地工作者 其实它因为要有一些客家的元素 然后在地的元素 那马口鱼快驾 我们当初就是设计它是一个在地的东西 然后快驾也是大家可能 比较常用得到的 然后用陶去呈现是比较好呈现 它的陶设是 我们是比较客家味道 一口蜂蜜黏住客庄青年情感 一粒百米 倒进小农爱土地的心 一趟旅行 认识大窝口过往风华 一杯陶土 反思人语字语共生 版情复明 联盟的产业串联 在南海 含热血走访下 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 他们生长的家乡 其实从做论坛之后呢 我们希望可以把更多农村 我们所发现的好的东西 还有一些好的食材 可以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去提升 我们农村的价值 长崎与兰凯汉两夫妻 合作的联合大学教授 曹瑞明认为 反性复明所做的在地串联 值得其他客庄借敬 反性复明他们这一代 他们不需要去深度去了解 因为深度了解的话 那可以放给学者去思考 因为文化的生理 产业的生理 他们去做思考 可是横向连结 那就需要反性复明 他们这种的力量 跟他们这种精神 跟他们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思想 然后呢 他们才能够去结合 不同的一些外来的 一些的学会跟协会 或者有那么多的 一些的人民团体 对不对 不断地去将它劳动 然后呢 让大家去发现 反性复明联盟 结合了大湖客庄返乡青年 回来的每一个游子 就像是一颗种子 种下希望 从蓝坎汉开始 这些种子们 慢慢聚集茁壮 未来将长成一片森林 创造一个属于苗栗大湖 特有的产业生态与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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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